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而且他预估在未来几个月会影响到他们自己公司的日常营运 那他甚至还预言说汽车业的复苏恐怕也会因此大受影响 最后缅甸军方逮捕了国会中民选的民主联盟议员 包含现任总统温敏以及国务资政翁三苏姬 而且展开了一年的紧急状态 中国的外交部对缅甸的局势发表声明 声称希望缅甸在各方宪法跟法律的框架下 要妥善处理分歧 但同一时间中国的官媒也为缅甸的军政府来做背书 这是不是有一点一笔孔出气呢 不过我们既然讨论到跟中国有关系 我们还是要来讨论现在目前的中美态势 中美两国现在针对几个议题其实在争论 而且是针对两岸三地 这当中就包含新疆西藏另外还有台湾 所以今天中国外交部长王毅 在北京举行的蓝厅论坛上面 有几句话我们就要特别带你来看一下 他就说了 他说美国现在呢 其实他知道正在做对外审查政策 但是最好美国你要拨乱反正 主要就是希望中美关系能够重新返回正轨 那不仅如此呢 王毅还说啊 包含你一直在指控我的新疆 一直在指控我的西藏 说我在这个地方迫害人权 但其实我们的新疆跟西藏 这些少数民族 是现在中国人权的进步典范 那另外呢 他还批评西方国家 其实根本就是对我们中国有严重的误解 那后来呢 崔天凯也在蓝天论坛上面补枪 他说呢 美国现在必须要清楚知道 中国政策的界限 主要就是要施压拜登政府说 你接下来不准踩我们的红线 这就是他最主要的目的 不过什么叫做人权进步典范呢 我们来看一下香港目前状况 观察一下港澳办最近的态度 港澳办主任夏宝龙 在昨天呢 说要改革香港的制度 以后呢 会主要来推行 一定要是爱国者 你才有办法来治理香港 那只有爱国者治港这件事情 才是能够被中国允许的 那夏宝龙呢 他是在全国港澳研究会 也是一个在北京所举办的研讨会 上面所证实的 说北京的确有意愿要来改革 现在目前香港的选举制度 这也就是为什么他有办法 把他们认定的爱国者 直接塞进香港选举的一个办法 就是北京插手 要来管控香港的选举制度 而且不仅如此 还要定所谓的 三标准 四要求 另外还有五原则 当然这个三四五的内容很繁琐 我们就不赘述 不过现在呢 北京伸手管控香港自治 到底有多深入 我们要来看有一个媒体 香港01 最近所披露的报道 他就说呢 黄竹坑的香港警察学院 他们最近呢 居然开始出现了解放军的驻港部队 直接到这个学校里面 去帮忙培训所谓的 中士部操的 仪仗培训 那就看到呢 香港警队的人员 大概十人一组 另外还有其他的香港纪律部队 也都在现场观摩 那除了针对香港之外 中国现在伸手 他们希望他们的行动可以拓展到全球 那根据中国官方的报道呢 天往2020这个行动 当然今年已经2021了 不过天往2020是他们在去年的行动 那这个行动当中呢 他们已经追回了外逃人员 而且这个外逃人员呢 是高达1421个 而且这个1421个人呢 在未来 你如果就算你到赛普勒斯去申请黄金护照 这对你来说都没有用 好 我们要补充一下这个黄金护照 到底是什么意思 赛普勒斯呢 其实是一个中东的国家 他们在2013年的时候 大量贩售 就是你刚看到的这个黄金护照 美其名是要吸引外国人 到这个地方来投资房地产 但实际上的状况是呢 很多人会到赛普勒斯来逃税 来避税 我们正所谓上游政策下游对策 那上游政策呢 大家就是希望这个赛普勒斯 能够越来越有钱 但下面的对策呢 就是一堆人到这个地方来避税 但重点是 你钱投下去 你就有机会先拿到一本赛普勒斯的黄金护照 然后你就可以到欧盟去发展 因为赛普勒斯在2004年的时候 就已经进入欧盟 所以很多人呢 会把这个地方当成跳板 当中也包括了中国的经济犯 所以呢在天网的行动当中 中国后来追回了好几百亿的赃款 你现在看到我们图卡上面是 126.85亿台币的赃款 后来是被中国统统追了回来 所以你可以看出来呢 中国现在目前对于自家人的掌控 它现在的范围已经遍及了全球 当然呢满嘴人权的这个中国共产党 现在美国对他们的态度会是什么 又会不会有进一步的措施 我们还是要继续地观察下去 我们还是要 celebrations 起来